我们接着讲量价关系 量价关系是承接上面短线交易技巧当中的量价时空 如果你能够快速的掌握交易技巧 尤其是短线的交易技巧 那么这一篇对于你的收益将会是非常之大 不管我们是做打板短线还是做波段趋势 量价关系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里宇哥做了简单的关系总结图给大家 量价关系主要分为量增量缩以及特殊情况 但是无非所有的量能变动都离不开价格 价格涨跌还有一个就是平开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那么有一种特殊情况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天量天降无量涨停无量跌停以及底部放量 但是任何的量价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多空双方的对决 大家仔细想想 我们出现量增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场外资金进行进场了呢 那么出现量说无非就是场内资金多于场外资金的流出吗 而特殊情况那就更好理解了 特殊情况那就是绝对的多方或是空方单方性的压倒性胜利 这就是所谓的量价关系 那么宇哥给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到大家 新田科技作为我们之前操作过的一只股票 大家只要记住三个字就可以了 放说放 当我们在操作行情当中能够发现有放说放的情况 那么直接选择进场 注意 我已经在载标了一个三个阶段 这里是放量说量放量 但是每一个大周期的期间都是有着小周期的变动 比如在这里放量缩量 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同样的放量 那么这里放量缩量 这边是不是也有的放量 这里放量缩量 这里是不是也有的 这里也不是 是不是也有 这里也有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说 其实在任何一个交易周期里面都是小中大一只形黄的 当我们所有的小周期累积成了一个中周期的时候 是不是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大周期 所以量能其实很简单 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困难 那么讲一下 新年科技把它放大 让大家更加清楚 这里直接是不是出现了量价牺牲 下跌桌量 很容易理解吧 那么这里继续增量上升 但是注意 有没有记住我之前给到的行情验判 这一个验判标准是什么呢 有没有突破 没有 这里有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这里有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三次都没有突破 结局是什么 下跌 那么下跌我们看出 这里有没有放量 没有放量 没有放量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很明显 我们再来看右手边的 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 在这种情况下 它只跌了多少块钱 只跌了四块钱 四块钱对于当时的盘面来说 算是非常巨大了 但是注意 大家需要注意 它尽管出现了下跌 但是它所出现的量能 是以此 以此少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除夕我上面讲过的 视频内中的朋友 能够意识到了 那就是机构在下跌震荡吸筹 如果你看一下筹码风 你就立马能够清楚说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建商地位 同样的这个道理也是 是不是特别简单了 所以说在后面突破的时候 注意这根线是不是直接就突破了 那么突破我们选择什么 进场 进场后面是不是等于就是吃肉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后面出现了几波炭高 炭高之后进行的缩量 在炭高是不是出现了 没有量能进场了 开始出现了 多空力量 有多空力量